深圳市氣象台指出,深圳昨日和今日早晨,浦江極端特大暴雨,打破深圳1950年有氣象紀錄以來的歷史最高值 24小時雨量僅至於2008年613特大暴雨,雨水不斷湧入地鐵站,街邊坑渠蓋甚至被地下水谷到彈起 今早在深圳市區見到消防出動橡皮艇,四出低瓦地區搜救被困人士 深圳在今日凌晨零時15分開始排紅,去到3時15分開始調整排紅流量,去到每表120立方米 多了水,所以水浸嚴重了,羅湖福田、鹽田、龍江中部區出現嚴重的水浸 羅湖火車站出口和地庫都水浸,在今日中午前都無法正常組織旅客進出站 全市今日停火,而除了深圳之外,廣東省、廣州、東莞、佛山、中山、珠海等地都先後發出暴雨紅色漁景 大家看到朋友拍回來的影片,潘如居民區都浸浸 外面街外浸到快車頂那麼高,很多車都浸到,死了火放在這裏 這裏是中山,坦州鎮,感受國際花園,你看門口那裏都浸了 車主都開不到車出去那裏 嘩,怎麼走啊 在坦州,回到珠海的道路上,多條公路都浸了 不過幸好還行到,水深一點就會死火了 分分鐘 在珠海方面,亦有多段道路,水浸行不到車 有車應該是昨晚浸到死火放在這裏 另外,地氣象專家解釋,造成今次極端特大暴雨的原因 主要有,一是台風海葵低壓環流,從7日下午開始 到今天凌晨長時間停滯 第二是低壓貴風和若冷空氣三者疊加 第三是強缸雨列車效應,導致強缸雨持續時間較長 所以造成今次特大暴雨的雨災 好,這集看到先,如果想上之前的數片未截圖以為 謝謝你們,下集見